小红的房子做了两天就做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小兰 小猪小兰 她的房子是用什么做的呢 有一天啊 小兰正在思考 她在想 我用什么做房子好呢 然后呢 她就在半路上 遇到一个老头 一个爷爷 一个老爷爷 这个老爷爷有着大大的胡子 有着大大的胡子 老爷爷还是一个光头 光头 他没有头发 他没有这个 没有头发 但是他有大大的胡子 他头顶没有头发 但是他两边有白色的头发 还算是有头发吧 然后呢 老爷爷住着一根拐杖 一根拐杖 就是一个木头一样的东西 一根拐杖 老爷爷就 小兰 她就问这个老爷爷 说 老爷爷 老爷爷 你有没有树枝啊 为什么小兰这么问 因为她看到 这个爷爷手上拿着一根 树枝做成的拐杖 对不对 她就问 小兰问爷爷 爷爷爷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树枝啊 我想要用它们来盖房子 老爷爷就说 小兰 你要盖房子吗 那当然可以啦 我去 你跟我去我的家里 你和我一起到我的家里去 我拿一些树枝给你 你来盖房子好不好 然后呢 小兰就说 好 小兰就把这些树枝都扛回家去 都拿到家里面去 那么小兰用树枝做的房子 盖了一个星期 她花了一个星期 就也就是七天 也就是七天 然后又有一天 那么小红和小兰的房子都盖好了 小黄呢 小猪小黄的房子呢 她就 小猪小黄的房子 小黄正在路上走着 她要去一个地方 她要去一个工厂 一个专门是石头的工厂 在这个工厂里面 她遇到了一个老伯伯 老伯伯有着黑色的胡子 黑色的胡子 还戴着一个帽子 还身上还挂着一个黄色的毛巾 用来干嘛 天气热了就用来擦汗 对不对 擦汗 大家看 这个就是那个伯伯 她戴着一个帽子 留着两个像中文里面 汉字 汉字 八 汉字的八 她的胡子就像汉字里面的八 还挂着一个黄色的毛巾 用来擦汗 然后呢 这些就是盖房子 做房子用的砖头 小黄就来到这个工厂里面 她遇到了这个伯伯 她就问伯伯伯伯 我的妈妈叫我盖一间房子 我的两个弟弟 小红和小兰 他们分别用稻草和树枝 做了房子 可是我呢 想用砖头来做房子 你能不能卖我一点砖头 因为砖头很贵嘛 所以呢 她不能直接找这个伯伯要 不能让伯伯免费的给她 要花钞票买 她就给了这个伯伯一些钱 一些钱 然后呢 这个伯伯就给了她一些砖头 盖了她砖头之后呢 小黄就拿回家去盖房子了 突然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 一只大灰狼 一只大灰狼 大灰狼 出现了 可是嘞 可是什么 我们用不同颜色的房子来代表不同的小猪吧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房子 这个是小黄的房子 小黄的房子是用砖头 用石头盖起来的 这个呢 是小兰的房子 蓝色的房子就是小兰的房子 它是用什么盖成的 它是用树枝做成的 这个呢 是小红的房子 小红的房子是用 用稻草做成的 对不对 一天 大灰狼 一天啊 大灰狼从山上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小猪啊 他就想吃 大灰狼肚子太饿了 他好想吃东西啊 他就看到了小猪 于是呢 他先看到的是小黄 小黄在屋子门口 在屋子门口的凳子上 坐着 坐着 坐在门口凳子上喝水 然后呢 大灰狼看到了 就去了 去他家 可是呢 因为小黄的房子 是用稻草 哦不对 说错了 应该是 说错了 小红的房子 是用稻草做成的 对不对 他 他遇到小红 小红正在外面 凳子上坐着喝水 大灰狼看到了 就 想去吃这个 小红 然后小红就赶紧往屋里面跑 往房子里面跑 可是啊 他用稻草做的房子 太不牢固了 这个 这个 大灰狼 轻轻地吹一口气 他一吹 一吹 这个房子就倒了 然后呢 小红就特别害怕呀 他就往 小红就往 小兰的家里面跑 可是小兰也没比小红的家里 牢固多少 他也不是很牢固 小 小兰 小兰的家里不牢固 然后大灰狼 跑到小兰家里 然后 也一吹气 可是发现 小兰的房子 比小红的要稍微牢固一点 吹气吹不倒的 然后 大灰狼就 他跑步 大灰狼就跑步跑步 然后往 小兰的房上一撞 他头一撞到这个 一撞到小兰的房子 小兰的房子就垮掉了 就坏掉了 然后呢 就剩下小兰和小红两个人 他们两个非常害怕 于是他们就 他们就往 他们就往小黄的家里面跑 小黄的家里是用什么做成的 他的家是用 砖头盖成的 对不对 所以非常的牢固 大灰狼 大灰狼想着 啊 这一个房子里面 有三个小猪 我可以吃很多天 然后呢 他就做梦 他觉得 哦 太棒了 我可以有三只小猪吃 他就 他先吹了一口气 发现 这个房子一动不动的 一下子都没动 好像没有被 没有变化一样 他就 他就跑步 他想 他想 我跑个步 把这个房子撞坏 撞塌了 都可以吧 然后呢 他就跑步 结果啊 他头 刚撞到 小房 小黄的房子上 他的大灰狼的头 刚撞到 小黄的房子上面 他的头就 疼死了 然后 还撞倒了 流血了 大灰狼的头 流血了 他撞到 小黄的房子上面 小黄的房子上 然后呢 他就 啊 他流血了 不是很疼吗 那他就 打不 打不过 打不过那三只小猪了 然后大灰狼 虽然委屈 头也很疼 流血了 但是他没办法呀 他只能跑掉了 回 然后呢 猪妈妈 三个小猪的妈妈 过来了 他看到 小红的房子 和小蓝的房子 都塌了 都塌掉了 都没了 只有小黄的房子还在 然后呢 妈妈就说 妈妈就 批评 小 小蓝和小红 妈妈说 做事啊 一定要认真 不能偷懒 不能偷懒哦 一定要 嗯 实事求是 认真的做 你像小黄 小黄的房子 盖了 两个星期 盖了两个星期 才盖成 而小红的房子 两天就盖成了 小蓝的房子 只盖了 也只盖了五六天 就盖好了 那最后 是不是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只有小黄的房子 还在 只有小黄的房子 还在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三只小猪 都没有了 好 感谢观看